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去年最火的话题莫过于AI了 华尔街对人工智的炒作也是很卖力 不仅如此,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AI的观点 大多多是在说它对消费者和开发者的有利之处 ARC基金甚至还把这些革命性的改变作为投资软件行业的理由 它利好用户的东西不一定利好企业 反而AI对当前软件公司的商业模式或许存在着一定的破坏性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近期看到的一些很有趣的观点 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给现有的软件企业和巨头们未来的盈利能力带来危害 甚至可能会损害到他们多年以后的估值水平 虽然这些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 但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投资与软件行业的投资者来说是值得一看的 至少能够让我们以更多角度去思考事情 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们也会讲讲AI对Size行业好的一面 以及我们现在开始该怎么去长期投资软件行业的公司 最后我们也会聊聊最近终于回调了的大盘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首先,每个牛市都伴随着一种风靡一时的商业模式 比如在1860年代 铁路里程的快速增长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到了1920年代 大电生产收音机、电器和汽车工厂长露头角 之后到了1960年代 Lefty50和企业集团引领风骚 而接着的90年代则迎来了我们熟知的互联网时代 不过啊,这些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这些行业在当时都有着很高的估值 但等那个流行的时代过后 这些高估值公司的最终股价表现 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都很一般 而如今也出现了相似的担忧 也就是到了2010年代 流行的商业模式变成了软件集服务SaaS模式 当然了,SaaS企业在未来不会消失 就像90年代后互联网产业依旧存在一样 但现在让许多投资者担心的是 SaaS软件公司高估值还能持续多久 去年兴起的AI热潮是否会提前终结SaaS的时代 还是说人工智能会有助于延续SaaS行业的增长和故事寿命 而我们接下来首先要讲到的正是一些认为SaaS公司在未来 可能不会再有像上一个牛市时 那么高的故事水平了的观点 并且这类观点还认为 SaaS行业的利润增长潜力可能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被AI的出现给限制住了 不过在讲到这些观点之前 我们需要先聊一下SaaS软件行业的崛起 首先在差不多十几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新兴的互联网和软件公司 正在建立真正的高增长 高利润高度可防御的企业 并且这些公司将轻视其他公司的利润 这其实跟过去一年所听到的 AI将破坏传统科技公司和轻视EU企业的利润的言论是相似的 然而在十多年前 关于互联网公司会吃掉其他公司的利润等类似观点 其实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当然使用的投资者认为 像Facebook 特有等软件公司达到十一市值的时候 就已经被高估了 甚至那时专业分析师还觉得 这类的互联网公司会引发.com泡沫2.0 但事实证明 软件和互联网公司成为了2010年代最大的投资机会 从那时到今天 像微软,Adobe,Salesforce,Facebook等软件互联网公司的股价涨幅 都达到了600%到1000%以上 曾经被认为十一市值就已经是超高估的Facebook 如今也有着超过9000亿的市值了 除此以外 支持软件发展的半大体公司 也有着相似经营人的回报 可以说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 各行各业都认为软件发展是甘虚 都觉得如果企业不拥抱互联网和软件 就会被实在淘汰 因此 那个时候大家都正先恐后地安装软件和联网 这就有点像 当今各行各业都积极满满地推出AI功能和拥抱大语言模型一样 而曾经大家认为的高估值和泡沫的软件公司 在股价大涨了3000%的情况下 估值反而变得很合理了 这正是因为互联网公司真的像一开始任务的那样 成为了高增长 高利润 高度可防御的企业 同时也如早期预言的那样 他们侵蚀了许多传统公司的利润 也就成就了今天看似毫无对手的互联网和软件SaaS去投 此外 投资者喜欢这些SaaS公司 主要也是因为这类企业通过订阅方式来销售产品 这样在可以做到高速增长同时 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循环和极高的利润率 而且由于这种订阅收入是稳定和可预测的 分析师也就能够准确地预测这些公司 未来几年的利润和现金流 要知道 确定性高的同时 又有高的业绩增速和利润率的公司 是华尔街最喜欢的 SaaS公司的估值也就因此在过去十年一直都很高 动不动就是几十三百倍的市盈率 或者十多倍的市销率 不过 最近开始有观点认为 SaaS行业将发生至着改变 也就是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 创造软件变得越来越容易 这随之而来的 会是行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特别是AI信念本身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成本越来越低 比如在2023年的5月份 有消息称 一份谷歌的人工智能备忘录被泄露了 备忘录指出 尽管谷歌OpenAI一直专注于各自的项目 但在解决重大人工智能问题方面 开源项目显示出了更快速和更高效的优势 这份备忘录作者 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谷歌高级软件工程师 他表示谷歌的大型人工智能模型 不再被视为优势 因为开源模型更快 更可定制 和更保护隐私 而该备忘录里最关键的一句呢就是 我们没有护城河 OpenAI也没有 因为训练一个大元模型 虽然需要数月时间 和花费数千万美元 导致人们担心 人工智能将被少数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所主宰 但谷歌的备忘录称 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他强调 开源社区的研究人员 利用免费的债券资源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他们的成果 现在已经能与最大的专有模型相辟敌了 因此 这位高级工程师担心 谷歌将在与开源技术的AI竞赛中败下征来 当然了 可能会有人觉得 这个备忘录有点威严耸听 但备忘录本身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因为技术人员 除了靠编写软件改变了世界以外 他们其中有不少也因为写备忘录而闻名 其中最著名的是 计算领域的标识性转折点备忘录 例如 在1995年比尔盖茨写的《互联网难潮备忘录》里提到 他将微软重新定位于网络领域 在2002年 杰弗贝索斯撰写的API授权备忘录中提到 他决定开放亚马逊的数字基础设施 这一举措 为现代云计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如今又有一个关于AI转折点的备忘录 总之 这谷歌备忘录的重点 就是开源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会使得一些公司垄断AI技术可能性降低 以及目前的软件公司可能会失去竞争优势 这边网络也刚好支持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观点 也就是尽管网上已经有很多报道指出 人工智能将要如何颠覆未来的世界 但AI将对未来SaaS公司的商业模式造成的伤害可能被低估了 像是在前段时间 OpenAI发布了颠覆AI生态的革命新立作 GPT商店 蔡发布会里 CEO珊姆亲自上台进行的现场演示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无需进行任何编程操作 它只是简单在对话框里输入自己的需求 然后一个名为创业导师GPT的智能助手机迅速应声而出了 而这些用AI创造出来的APP都可以放到GPT商店里盈利 没错 以后尽量没有太多IT基础的用户 也可以通过类似于ChairGPT的AI来创造APP 任何人都能像程序员那样造出属于自己的AI应用 就更别提企业自己了 未来AI软件应用注定会大爆发 而这周许多GPT开发者都收到了一封来自于ChairGPT团队的官方邮件 公司宣布下周GPT商店就会与公众见面 最关键的是 这个GPT商店只是刚开始 它想象一下过一两年后 在AI的协助下 软件制作只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 这将意味着 未来软件行业的竞争会越来越大 一般的技术互成合也会变得越来越低 而这些越来越多的竞争 可能会对Size行业现有的高利润率模式造成打击 当然了Size行业当前的高利润还能维持很多年 但迟早会有向贝佐斯这样的竞争者进入市场 它们会以你的利润就是我的机会为口号 从而破坏市场的盈利模式 也就是这类看控Size的观点认为 软件应用将越来越趋向于商品化 很多一些曾经收费的功能 在AI出现后可能会被迫变成免费功能 市场对收费的专业Size软件的要求也会提高 这些都会直接降低软件公司的盈利潜力 甚至公司自己内部用AI来开发自用的软件 可能还会更具有性价比 就像谷歌的备忘录中提到的 现在大型预测模型的训练和实验门槛 已经从一家主要研究机构的总体产能 降低到了个人层面 仅需一人 一个夜晚 以及一台性能强大笔记本电脑 而在软件制作方面也有着一样的大趋势 这种变革将导致那些继续销售软件应用的公司 不得不通过降价或加强市场营销来实现差异化 而降价或者提高货客成本 会直接压缩Size公司的利润率 从而结构性地改变Size模式的盈利能力 而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和盈利增速的放缓 它们未来多年后的估值水平可能就不会有以前的高了 实际上 现在很多Size公司 包括像Adobe这样的巨头 接近慢慢推出公开版的AI功能 也是为了对抗去年AI大语言模型的兴起 毕竟如果它们不这么做 它们就有可能会被埋没 和失去很多客户 尤其是在这个科技革新特别快的时代里 可以说 推出AI功能是目前科技行业的基本要求 去年谷歌在ChargePT面试后 也连忙改变了公司政策 也就是与其像国王那样 鼓励研究团队通过发表学术论文 来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 现在在发表论文之前 公司要求必须先把AI的重大突破 转为实际的产品 显然ChargePT的出现 逼得众多企业立马刹车转变发展方向 但这种被动的转型其实也是在说 公司并没有把握这些AI功能和转变 能够在未来给自己带来好的盈利 或者还没有想好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盈利能力 很多企业现在推出AI功能都只考虑到营收成长 竞争优势和市场率 可是AI功能的每次运算又需要不少成本 许多公司推出的AI业务甚至是在亏损的 像OpenAI最新发布的GPT商店 就有可能会在未来被刺微软 因此就有观点认为 未来AI对SaaS公司当前的盈利模式 是存在着一定的破坏性的 AI从底层技术到商业模式都会对SaaS进行重构 对软件公司的产业影响绝对不只是 推出几个AI功能那么简单 不过大家也不要忘了 我们目前的科技发展趋势 就是在往数字化的世界转型 未来对内容创作和虚拟世界的需求都会增加 AI是能够创造出其他更多的产品 甚至提高我们对软件的依赖 特别是数字化应用的趋势 正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 就像未来MR眼镜硬件如果做得够好 那么将会带来庞大的机会 软件市场也自然会有更大的空间 让这些公司去竞争 而且在AI发展推动下 SaaS可能也才会变成真正为人和业务服务的工具 也为下一个新时代奠定基础 此时AI的出现肯定会让一些产品先单一 合护城合地的软件公司遭受到打击或者被淘汰 总之每十几二十年 它会流行不同的商业模式 华尔街也只会为当前最好的故事买单 意味着只要某家SaaS公司的盈利模式 没法适应AI的新时代 EPS等数持续放缓 那么他们曾经的高估值所以时间也自然会下降 不过对于投资个股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得看企业能否及时蜕变和转型 就像曾经的微软和亚马逊那样 总的来说 大家对目前的软件企业无需太悲观 他们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利润和现金流非常丰厚的公司 估值水平虽然会逐渐降下来 但也不妨碍优质软件公司股价的稳定上涨 只是在AI热潮开启后 对SaaS产业的选股要变得更加严格 不能再随便乱投了 因为毫无疑问的 SaaS产业正在进行着变革 所以如果你对软件领域你的公司不太了解 但又想投资该板块的话 那么目前比较安全的选择 仍然是那些产品多元化的巨头软件公司 比如微软 因为产品线多元化能够更好的适应新时代 以及巨头也有金钱去进行消耗和转型 除了软件巨头以外 也可以考虑直接投资包含了软件巨头的软件ETF 例如IGV 至于那些只有小型SaaS公司的软件ETF 可能就不太需要考虑了 毕竟很多小型SaaS公司的产品太过于单一 这样以后是很容易被AI的变革给影响到的 容易被替代 因为他们的产品和商业结构缺乏灵活性 没有太多转型的空间 因此也就尽量不要投资那些产品 太过于单一的SaaS公司了 当然了 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好仓位 对了 说要投资 有家券商叫做IBKR 目前 现金在这家券商里 可以赚取4.83%的高利息 同时你还可以在上面交易零碎股 也就是一只股票可以买零点几股 这不仅可以让交易更轻松 听头也会更加容易 而且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可以在IBKR上开户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 或者评论区的链接开户哦 如果大家想支持一下老汤 想帮我增加一点浏览量的话 也可以点击一下这个IBKR的开户链接 只要简单的点击一下就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好 讲完AI和SaaS 我们接下来聊聊大盘 最近美股终于终于回调了 一方面是因为大盘超买了太多了 随便找一个理由都能够让它回调 另一方面 这种华尔街还真找到了一些借口 先周二苹果出现了下调平均的利空 阿斯玛也同样出现了利空 带跌了半套体板块 接着每年数十二月会议纪要 也比市场的预期要硬一点 之后的就业数据也比预期要热 这些都让今年三月份的降息概率 从市场之前预估的90%多 下降到了62% 十年期美股收益率也因此反弹了 股市也跟着回调了一些 但其实不管是什么理由 它本是真的需要回调 所谓跌跌更健康 这样以后才有更好的动力继续往上爬 不然一直在高位调者也只是在浪费时间 虽然现在降息预期没有市场之前认为的那么好 接下来也可能还会有更多数据表明 今年降息的节奏可能不会有市场所以为的那么快 但利率见顶和今年降息的故事线还是没有变的 现在的市场已经在逐渐消化 三月份降息概率的下降了 所以如果纳指跌到了60日均线 可能就开始进入短期的超卖区域 到时候我的威力转股账户和大号是有可能会买一点股票的 而目前大盘的位置只设现金很充足 或者餐位很小小半假餐 如果你的现金不是特别多 或者已经在纳指30均线附近买过了 那也同样可以先等下一站的60均线再说 视频的最后我们会来看一下我的公开账户 以及大号在这周都做些什么操作 自从2021年7月开始定投的 Amino账户的股票价值有84,04 这周没有任何的定投 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没有任何的操作 大号也一样没有任何的操作 如果大想学习更多关于股票知识呢 我们现在有会员福利 每个月只需要2块9毛9 就能够解锁5个会员大福利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福利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视频底下 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按钮 如果你是用手机在观看的话呢 那么可以点击视频底下 描述哪里的会员加入链接 或者在电脑上点击这链接呢 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最后感谢大家支持与陪伴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在群里见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一期视频的朋友们呢 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哦 如果不小心点到这个小停摊呢 那就更棒了 这样下一次有新视频呢 感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